死你的 都会使你变得更加强大 所以这句话又是谁说的 这是我的偶像尼采说的 哦尼采啊 就是那个说自己是太阳的中二病 你才中二病呢 不准这么损我的偶像 好吧 那我换个说法 就是那个先说自己是太阳 然后又说太阳是自己胯下金灿灿的 停停停 我就知道你要来这么一手 哈哈哈 尼采采你的偶像还挺别致的嘛 卫卫 不过太阳只有一个 你的偶像原来还是个孤高战士啊 孤你们 臭阿雪 等明天去了学校 我一定要杀了你 那你可得真真切切的把我杀死才行啊 毕竟嘛 凡是杀不死我的 都会使我变得更加强大 哼 你就得瑟吧 今天晚上是你能睡的最后一个好觉 是吗 那我得和小微姐一起睡才行 小微姐现在估计看到你就烦 要不然怎么会这么晚了还不回来 剑西西 嗯 你说小微姐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她没告诉你她在干嘛吗 我刚刚给她发了消息 不过她没有回我 打电话又没有人接 那她估计是真的不要你了 跟你说正经的呢 你说我要不要报警啊 失踪时间四十八小时之内 是不会立案的 那 喂 静西西 小微姐好像回来了 我去开门啦 先不跟你聊了 嗯 那我挂啦 嗯 掰 嗯 掰 再来一杯 再给我一杯 唉 还要我继续帮你回忆吗 等 等会儿 先让我缓一缓 啊 这个信息量有点太大 我一下子消化不了 后来你要吐 我就扶你去卫生间 结果你先抱着马桶吐了五分钟 然后又把马桶当成了酒杯 嘴里还喊着 这一缸我先干为敬 这一缸我先干为敬 所以我真的喝了吗 呵呵 如果我不在场的话 你可能就真的喝了 啊 我可是拼了命的去拉你 但是你的力气突然变得好大 然后我就被你推的撞在洗手台上了 到现在我的后腰还疼呢 别说了 明雪 姐姐对不起你啊 真是的 不能喝就别喝那么多嘛 我想着我的酒量应该没那么差的 那可能是校长的酒量太好了吧 有可能 毕竟我还是第一次和子华去喝酒 哎 小薇姐 原来你认识新来的校长啊 嗯 嗯 是姐姐高中时的好朋友 已经快十年没见了 那怎么没听你说过 啊 不过新校长长得好帅啊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帅气的女人 昨天开学仪式上你不就应该见过了吗 那时候看的不清楚吗 那时候看的不清楚吗 嗯 不对啊 怎么了 小薇姐 你老实回答我 好 你是不是在和校长交往啊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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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慢 吓到你们了还真是抱歉啊 午安 阿雪 慢死啦你要是再晚来几分钟我就要饿死了 如果阿雪你真的饿死了那那些学生们可就要开香槟庆祝了 那你呢 我我当然是和他们一起啊 不过放心我会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去喝香槟的 我是说如果饿死的人是你你猜那些学生会怎么做 他们会怎么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阿雪你肯定会伤心的 不好意思 在得知你死讯的下一秒我就会赶回家烧一大桌子好菜等小微姐回来后一起庆祝 哇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好好好 别别拍我的药 怎么 昨天和小微姐缠绵了一宿吗 是啊还真是令人难忘的一宿呢 怎么样战果如何啊 占你个头啊 脑子里装的都是些什么肮脏的东西 嘿嘿 装的是阿雪你啊 以及郭德纲相声的精髓 三个字 你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真的划算吗 当然划算了 你以为我本来就是抱着同归于尽的觉悟来损你的 那你自己去找一尽吧我要去吃饭了 喂喂 是你把我叫出来的 剑西西好像没空桌哎 想要空桌还不简单 你皱着眉头 随便找个看上去好欺负的女生 我人家桌边一站 都不用开口 人家就被你吓跑了 那我不真成不良少女了 你以为你现在就不是吗 全世界就不良少女了 只有你是最没资格说我的 我怎么了 我鱼西这么温柔可爱 一看就是品格高尚的好孩子 你也不看看全校除了你还有谁会把校服外套藏开 我我热不行吗 虽然南方的冬天确实不怎么冷 不过现在还没到三月你就热 你还真是骚得慌 好吧 看来我也不得不说实话了 之前一直忍着不说是因为不想伤害你脆弱的心灵 不过见阿雪这么不失好歹的话 嗯 其实是因为上学期我的胸围长了不少 导致外套扣不上了 唉 真是羡慕阿雪你啊 永远都不会有这样的烦恼 我现在真想让你趴在地上给我当桌子 哦 不错嘛 很符合不良少女身份的台词 滚 哈哈哈 阿雪那边有桌子空出来了 所以你的小围剑被人杰足先登了 不过呢,据本恋爱大师分析 小围剑应该还只是和校长处于暧昧的阶段 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展 理由呢 这还不简单 你想啊 如果小围剑真的已经开始和校长交往的话 那昨天就直接去校长家过夜了 嗯,好像有点道理 唉,阿雪你的脑子还真是不灵光呢 从初中一直到现在 你唯一能胜过的方面也只有学习成绩了 现在啊,连学习成绩都比不过你了 谁叫你不好好听课 可能是因为考上菱花之后就没了目标和动力了吧 那我也没办法帮你了 才不用你帮我呢 我自己又不是不行 那为什么不是和浅瑜姐呢 我问,免雪同学 我问,免雪同学 好像并没有午睡的打算 所以才贸然过来淡化 还是说,我来的并不是时候 免雪同学正准备要午睡呢 我没有午睡的习惯 那就好 现在离午休结束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可以换个地方单独聊聊吗 班长同学这样的优等声和我这种不良少女有什么好聊的 我还是希望免雪同学可以叫我的名字 现在这种称呼,听起来有点讽刺的意味 我的确就是在讽刺你啊,班长同学 免雪同学,果然是很讨厌我呢 你早就该知道 不过就算是被免雪同学讨厌了 我还是希望能换个地方和你单独聊聊 有什么在这里说就行了 了, horizon 岁山还没有碍到 油银剩 碍到 锅坡坡均 好 去花园